大批民眾街頭遊行抗議 地點就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諾斯愛麗絲 他們要求批准一項法案 為在獨裁統治期間 遭受國家虐待的變形人士 取得經濟補償 阿根廷極右翼總統米雷伊 2023年12月上任後 推動具爭議的性別法改革 並取消了政府的婦女和性別多元部 披著一頭蓬鬆卷髮穿著黑色皮衣 人稱阿根廷川普的米雷伊 在舞台上大唱搖滾樂 米雷伊出席22日 在首都的經濟理論新書發表會 雖然阿根廷4月的暗年通脹率 高達290% 貧窮率攀升至60% 但始終支持著立體米雷伊 也引述美國前總統川普的金句 占他能令國家再次偉大 同樣口無遮攔的米雷伊 最近甚至公開諷刺西班牙第一夫人噴斧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要求米雷伊撤回言論並道歉 甚至揚言可能與阿根廷斷交 不斷語出驚人的米雷伊 最近還重申他競選時 阿根廷經濟美元化的承諾 表示阿根廷在償還債務後 將停止發行批索 讓美元成為國家法定貨幣 他還補充若有人發行貨幣將成為犯罪 記者綜合報導